喂,别看了,说你呢,你是不是还在这样画虚线啊? 太傻了,找你两招一笔画出虚线 第一招先画一条短短的直线,不要抬笔往下拉 看,虚线诞生了 这个方法还可以画虚线的圆 先画一个小小的圆,不要抬笔往外拉 看,完成了 但是这个方法局限性太大了 一,它不能画局线 第二,还不能调节大小 接下来第二招就专业多了 想怎么画,怎么画 无论你现在用的什么笔刷 只需要点进来,将间距调大 笔刷就会自动变成虚线的形式 你可以调节间距的大小来控制虚线的疏密 那你有没有想过,学会画虚线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虚线来添加满天的繁星 找到亮度中的浅色笔 点进来,将间距拉大 抖动拉大 看,你就可以一笔画出天空中的星光效果 像这幅画中的海面光斑 艾莎公主的眼影 还有衣服上的这些闪光 都是用虚线方法画出来的 我们还可以把斑点画笔的间距和抖动调大 这样就可以画出漫天的飞雪 当然你要画头皮屑,我也不拦着 如果你把间距调到正好一个圆 挨着一个圆 看,一笔就可以画出项链了 虚线有这么多神奇的用法 你学会了没? 这是我们更多的 然后再来期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저희今天